这就是三道极乐世界 就得到了 像这六道轮回投胎啊 你一投胎 投胎到帝王家 一出生就享受帝王的富贵了 所以我们生到极乐世界 就享受阿弥陀佛的神通的享 就享受到了 一切大成精 修学的目标是菩萨 小成精修学的目标是阿弥陀 这个就好比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学校一样 他办的这个学校是中学 那么毕业的时候是中学毕业 大学的时候毕业的时候是大学生 可以拿到学思修为 不一样啊 每一个学校不相同啊 那阿弥陀佛这个学校很奇怪 在我们现在常常想的一条龙的学校 你进入这个学校 只有向上升级 没有留级也没有降级的 时间长短是不一样 决定一身成功 他给你保证了 华言 法华 像是研究所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从小学一直办到研究所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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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 禁宗 往生金 这往生金就是指 现在讲禁度 无经一论 这都是教人的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都说 远迎正三不退 这是男性之法 三种不退 小陈正的微不退 大臣菩萨正的行不退 到法身菩萨 才正的念不退 原教粗度以上 才正的念不退 三种不退 但是没有到圆满 不能讲云 云 云满正的三不退 是什么人 七地以上 你看这位子道高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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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八月里的书 凡是生到西方 极乐世界的人 通通都是 奥违约之父 日盈正三不退 他并没有讲 凡圣同居图 除外 没说 那没说这句话 换一句话说 生到凡圣同居图 下下平往生 也成了 阿弥陀佛 这怎么能讲得通呢 我们学了这么多年 终于搞清楚 搞明白了 是阿弥陀佛 四十八月 本愿加持的 他的智慧 他的威神 等于 七地菩萨 跟七地菩萨 没差别 不是他自己的能力 是阿弥陀佛 加给他的 四十八月 加给他 那到你要是 正德 你在西方极乐世界 什么时候 正德呢 经常常讲 花开 见佛 五乎生 那是你真正德 在你没有 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 四土三倍九品 你还没有能力 晋级到 真正到达 十八土 到真正正德 十八土的时候 是你自己的了 用不着 阿弥陀佛加持了 没有正德 十八土 全是德 阿弥陀佛加持 你的智慧 神通能力 享受 跟十八土一样 这就是 三道极乐世界 就得到了 像这六大轮回 投胎 你一投胎 投胎到帝王家 一出生 就享受 帝王的富贵了 所以我们 升到极乐世界 就享受 阿弥陀佛的 神通德相 就享受到了 这一点要搞清楚 要认识清楚 我们对极乐世界 这个 《往生经》里面 所讲的 这个 这个 无比殊胜庄严 就不会怀疑了 是佛力加持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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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